京都宇治二十多岁的男性 同时感染了流感和新冠 突然晚上感到肩很疼 发烧非常疼 睡不着觉的状态 发烧到38.8度左右 嗓子疼是最难受的 第二天就到发烧外科去 发现同时感染了新冠和流感 喝了流感用的达菲和退烧剂 和防止嗓子疼的药 喝了粥和能量饮料 首先要补充一些能量 倒是没有出现味觉障碍 嗓子痛持续了五天左右 曾经打过两次疫苗 福岗县三十多岁的男性 住院九天 一开始是鼻子不通气 然后嗓子痛 身体也有倦怠感 第二天发烧到38度 全身倦怠很酸 晚上嗓子非常疼 不能喝也不能吃 身体中肌肉疼 全身都很酸烂 晚上根本睡不着 太难受了 一般来说身体同时感染两种病菌 是很少见的 因为比如说病菌A进入肺 会产生受体 细胞的占领破坏 放出增殖防害因子 这个和病毒B会产生 抗体矛盾 但是长期大学教授发现 肺是可以同时感染 新冠和流感病毒的 而且同时感染后肺炎会重症化 长期化 英国研究学院 也发现 同时感染新冠和流感 会使重症化的危险 4.14倍 死亡危险 高达2.35倍 日本后生省也发表 有感染者增加同时感染的流行的征兆 希望觉得同时感染的患者 尽快到医院去受诊 由于这个第八波感染会扩大 同时冬季也是流感流行的时期 那么同时感染虽然少见 也会变成现实 而且感染状况难受的话 会更加增强 需要把两方面的患者都减少 希望大家达两种疫苗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评论点赞并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